第一回,焰桃園豪傑三傑二,斬旺斤英雄首立功, 滾滾長江東細水,浪花圖盡英雄,是非成敗轉頭空, 青山依舊在,幾道夕陽紅,白髮如朝江主上, 慣看秋月春風,一胡逐酒喜相逢, 古今多少時,都負小談中,話說天下大勢, 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週末七國紛爭,拼入於巡, 及巡滅之後,楚、漢紛爭,又併入於巡, 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,一統天下,後來光武中興, 全治憲帝,崇分為三國,推其治亂自由, 殆此於援,靈異帝,援帝禁故善慮, 崇信宦官,及援帝崩,靈帝職衛, 大將軍斗武,泰夫陳藩,共商輔助, 時有運官曹哲等龍拳,斗武,陳藩謀諸之, 作事不密,反為所害,終捐自此欲橫, 建年零二年四月望日,大雨溫德殿,方星座, 殿角狂風就起,只見一條大青蛇, 從梁上飛張下來,盤於以上,大驚島, 左右急救入宮,百官驅奔備, 雖如,蛇不見鳥,忽然帶雷大雨, 加以冰薄,落到半夜方寺,圍曲房屋無數, 建年零四年二月,落陽地震, 有海水飯日,沿海居民, 準備大浪捲入海中,光禍元年, 此雞髮紅,六月梳,黑氣十餘像, 飛入溫德殿中,秋七月,有紅見於玉堂, 五元山岸,進階崩離,種種不祥, 飛至一端,帝下召問群臣以哉義之由, 以郎蔡翁上疏,以惠偽度雞化, 乃闊自乾淨之所致,然頗切直, 帝藍奏嘆息,欣喜更衣,草責最後四事, 適宣告左右,誰以他事陷擁於罪, 放歸填禮,後張揚,照中,風須,段歸,草折, 後藍,牽石,錢曠,夏雲,國聖十人憑彼為奸, 號衛十常事,帝尊順張揚,呼為鴨父,朝正日飛, 以致天下人心思亂,盜賊風起, 時據六郡有兄弟三人,一名張國,一名張寶,一名張梁, 那張各本事各不低秀才,因入山彩藥, 如一老人,碧眼同顏,守執泥漲,換各自一動中, 以天書三卷壽之,若,持名太平要術, 與得知,當代天酸化,普舊世人,若聞疑心, 必惑惡報,各敗民聖明,老人若,吾乃南華老仙也, 言厄,發陣清風而去,各得此書,曉夜攻襲,能呼風喚雨, 號衛太平道人,中平元年正月內,逆氣流行, 將各散師扶水,為人致病,至稱大賢良師, 各有徒第五百餘人,混由四方,皆能舒服念咒, 此後途仲日多,各那立三十六方,大方萬餘人, 小方六七千,各立渠帥,稱為將軍, 外然蒼天已死,黃天當立,由雲睡在甲子,天下大吉,令人各以白土, 書甲子已止於家中大門上,清、憂、除、淒、驚、揚、燕、如白州之人, 家家事奉大營良師將各名字,各顯其黨馬懸疑,感濟金白,結交中捐風須,以為內應, 各與二弟相以弱,知難得者,民心也,今民心已信,若不誠勢取天下,成為可惜, 誰一面師造王旗,若其舉事,一面師弟子唐舟,慈書報風須,唐舟那敬府省中告辨, 帝趙大將軍何進調兵琴馬懸疑,暫知,慈修風須等一干人下獄, 將各民之時路,昕夜舉兵,至清天公將軍,將寶清地公將軍,將良清人公將軍, 新言於眾援,今漢魂章中,大聖人出,與等皆而信從天意,以掌太平,四方百姓, 將軍,果往跟從張國反者,四五十萬,測勢浩大,冠軍望風而尾,何進就低火速降照,令各處備譽, 土賊立功,一面遣中郎將勞籍,王虎松,朱俊,各隱徵兵,分三路討治, 且說將各一軍,前返歐歐,歐洲太秀流淹,乃江夏景陵人士, 看老公王之後也,當時文德賊兵張志,趙家衛周靖繼而,正若,賊兵中,我兵架, 命功而作速招軍應敵,流淹言其說,隨即出榜招武而兵, 講文行道腳緣,哪人出腳緣中一個英雄,哪人不甚厚讀書,性歡和,解言語, 喜怒不營於息,數有大志,尊好結交天下豪極,生得身長七呎五吋, 兩耳垂堅,雙手過失,目能自顧其矣,面如冠玉,純若逃之, 中山靖王流淹之後,看景帝國下元宣,姓流,名鼻,致遠得, 識流淹之子流淨,看武時風脚陸亭後,後座酬金室後,因此為這一支在腳緣, 願得早流淹,願得早流淹,賦流淹,混層舉孝廉,易常作利,早喪,願得又孤, 事武至孝,家貧,反舉即席為孽,家住本願流桑村,其家之東南,有一大桑樹,高五象魚, 遙望之,同同如車蓋,傷者魂,此家必出貴人,願得又時, 如鄉中小而棄於樹下,若,我為天子,當成此車蓋,縮負流淹起其其言,若,此而非常人也, 因見原得家貧,常知及知,年十五歲,武士遊學,尚師師鄭元,勞籍,與公孫贊等為友, 吸流淹發榜招君時,原得年紀二十八歲以,當日見了榜民,開然長探,隨後一人禮聲言約, 大丈夫不如國家出力,何故長探,願得回視其人,身長八尺,拋頭還眼,燕坎苦騷,聲若巨淚,勢如斌馬,願得見他形貿而償,問其聲明,其人約,某姓張,名飛, 自易得,細居特近,左右莊田,賣酒桃珠,專好結交天下豪傑,色財見公看榜而嘆,故此相問, 原得藥,我本漢失蹤親,姓劉,名飛,金文黃金搶亂,有知欲破茶抗問,限力不能,故長探耳,非藥,不頗有之財,當朝無鄉勇,與公同舉大事, 如可,原得甚喜,誰與同入村店中飲酒,正飲間,見一大漢,推著一輛車子,都點門手血了,入店坐下,便換酒堡,快泡酒來吃,我代趕入城去投軍, 原得看其人,身長九尺,嚴長二尺,面如寵祖,純若桃枝,單鳳眼,惡蟬眉,相貌堂堂,威風嶺嶺, 原得就要他同坐,偷其姓名,其人藥,吳姓關,名譽,自受長,後改雲長, 何東解良人也,因本處世豪,以世靈人,被吳殺了,逃難江湖,五六年以, 今民此處朝軍破茶,突來英慕,原得誰以幾致告妻,雲長大喜,同道張飛張上,共以大事,非夜,吳莊後有一桃園,花開正成,明日當於園中濟告天地,我三人結為兄弟, 協力同心,然後可逃大意時,原得,雲長,齊精英藥,如此甚好,次日,於桃園中,被孝烏牛白馬濟禮等行,三人墳鄉,再拜而說世藥,念流鼻,關羽,張飛, 雖然而聖,既結為兄弟,則同心協力,救坤負毅,相報國家,下安黎書,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, 皇天後悟,皇天後悟,實鑑此心,悔意忘恩,天人共樂,世筆,拜原得為兄,關羽此之,張飛為帝,制白天地, 福仔牛切酒,醉香中勇士,得三百餘人,就桃園中痛飲一醉,來日收拾軍器,但恨無馬匹可乘, 正思累間,人報有兩個客人,引一伙伴當,趕一群馬,頭張上來,原得若,此天有我也,三人出莊迎接,原來疑客乃中山大霜,一名張世平,一名蘇商,每年往北返馬, 近恩求發而回,原得請二人道莊,支酒館代,掃雪玉土賊看文之意, 二客大喜,原將糧馬五十匹相送,又贈金銀五百兩,奔鐵一千斤,以之氣用,原得謝別二客,便命糧, 長將打造雙鼓劍,運場造青龍演越刀,又名冷艷鋸,重八十二斤,將飛造將百點鋼矛,各自全身海甲,共聚鄉勇五百餘人,來見周靖,周靖引見泰秀流煙,三人參見筆, 郭通聖明,郭通聖明,袁德雪喜宗派,流煙大喜,誰認袁德貴侄,不數日, 人報黃金賊張情願致統兵五萬來返德軍,流煙令周靖引袁德等三人, 統兵五百,前去破敵,袁德等恩賢領軍前進,直至大興山下, 與賊相見,賊仲皆疲法,以黃金抹雅,當下兩軍相對,圓得出馬, 左有雲長,右有逆德,揚邊大馬,反國逆賊,何不早江,情願致大路, 遜父將鄧謀出戰,張飛挺將八蛇謀直出,手起柱,刺中鄧謀心窩,翻身落馬,情願致見截了鄧謀,拍馬無刀,直取張A, 雲長,雲長舞動大刀,中馬飛營,情願致見了,早吃一驚,操守不及,被雲長刀起柱,揮為兩段, 後人有詩讚二人藥,英雲發榮在今朝,一視茅孩一視刀,初出便張威力展,三分好把姓名標, 仲賊見情願致被斬,皆倒閨而走,圓得徽軍追趕,透行者不計其數,大勝而回,劉煙親自迎接,上路軍事, 次日,接得青州太秀攻警蝶文,賢王根賊為成章陷,乞賜救援,劉煙與元德商議,元德藥,被元往舊妻,劉煙令周靜將兵五千,同元德,關,張,投青州來, 賊眾見舊軍志,分兵雲戰,元德兵寡不勝,退三十里下債,元德為關,張藥,賊眾我寡,必出奇兵,方可取勝, 乃分關,乃分關公人一千軍復山左,張飛人一千軍復山右,明金為豪,齊出接應, 次日,元德與周靜,引軍鼓措而進,賊眾迎戰,元德引軍變退,賊眾成勢追趕,方過山嶺,元德軍中一齊明金,左右兩軍齊出,元德輝軍回身復殺, 三路甲公,賊眾大賄,直趕至青州城下,太秀公警逆率民兵出省助戰,賊勢大敗, 沼陸極多,誰解青州之惠,後人有詩讚元德藥,魂巢缺算有神功,二虎還須信一龍,初出,便能誰偉跡, 自應分頂在孤窮,功警好軍筆,周靜玉匯,元德藥,近民中郎將勞籍與賊守, 首將各戰於廣宗,被悉增師是勞籍,欲往助之,於是周靜引軍召回,元德與關,將印本部五百人頭廣宗來,至勞籍軍中,入仗師來, 據道來意,勞籍大喜,留在將前廳調,是將各策中十五萬,直兵五萬,相距於廣宗,未見勝負, 即為元德藥,我今為賊在此,賊弟張良,張寶在詠村,與王虎松,朱盡對淚,與可引本部人馬,我更在與一千官軍,前去詠村打探消息,若其找步,元德領命, 引軍,引軍星夜頭泳村來,是王虎松,朱盡領軍拒賊,賊戰不利,退入長蛇,衣草結營,松與盡繼揚,賊衣草結營,當用火公之,垂領軍時,每人速草一把, 甘地埋伏,其夜大風吹起,二間以後,一齊縱火,松與盡各隱兵攻擊賊債,火焰張天,賊中京方,馬不及看,人不及甲,四散奔走,殺到天明,張良, 張保隱敗敗殘軍時,奪路而走,忽見一標軍馬,盡打紅旗,當頭來到,折往去路,為首閃出一張,身長七尺,細眼長嚴,觀敗騎刀衛,佩國朝郡人也,姓曹,名粗, 自孟德,粗負曹松,本性夏侯氏,因為忠常是曹藤之養子,故無姓曹,曹松生粗,小致雅門,一鳴吉利,粗有時,好猶烈,喜歌舞,有權謀,多姬一邊,粗有叔父, 見粗有,當無道,常勞之,然於曹松,松宅粗,粗乎心生一計,見粗負來,炸到於地,作中風之狀,粗負驚告松,松及時之,粗固無揚,松若,粗然於中風, 甘己與苦,粗弱,而自來無此病,因失愛於叔父,故見妄矣,松順其言,後叔父誕然粗過,松並不聽,因此,粗得是以放蕩, 是人有喬願者,為粗弱,天下將亂,非明世之才,不能濟,能安之者,其罪君府,南陽河見粗,然,看失將亡,安天下者,必此人也, 遠南許笑,有知人之名,粗旺見知,問藥,我何如潤,笑不答,又問,笑藥,指自世之能臣,亂世之間紅也,粗文言大喜,年二十,舉孝廉,為郎,徐樂陽北都為, 初到任,即切五色棒十如條於軟之四門,有犯禁者,不備豪貴,皆宅仔,中常是牽石之宿,提刀夜行,粗巡夜拿著,就棒宅仔,又是,內外莫感犯者,威名頗陣, 後為頓幽靈,欣皇君起,拜為騎刀衛,引馬暴君五千,前來泳村作戰,正值張良,張寶拜酒,曹操爛爛住,大殺一陣,斬首萬月級,奪得其番,金果馬匹極多,張良, 張寶死戰得脫,粗見過皇府宋,朱俊,隨即引兵追襲張良,張寶去寮,卻說原得引關,將來泳村,聽得喊殺之聲, 又望見火光燭天,又望見火光燭天,急引兵來時,策耳敗散,原得見皇府宋,朱俊,其道勞籍之意, 鬆弱,張良,張寶世窮歷佛,必求廣宗去依張國,原得可即勝野往助,原得領命,誰引兵復回, 到得半路,只見一束軍馬,護送一輛藍車,車中之囚,乃勞直也,原得大驚,滾安下馬,問其緣故,直若,我為張國,張寺可破, 因國用妖術,未能即勝,朝廷抄皇門左風前來看探,問我殺取賄賂,我答揚,君良上決,安有如淺奉誠天使, 左風協行,回奴朝廷,說我高女不戰,代曼君心,因此朝廷震怒,顯忠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,取我回經問罪,將非聽罷,大怒,腰斬護送軍人,以救勞籍, 原得急自知之約,朝廷自有功論,與喜可造詞,軍事促勇奴盧直去寮,關公約,勞中狼已被帝,別人領兵,我等去無所依,不如且回得軍,原得從其言,誰引軍不行,行無二日, 忽民山後哭聲大震,原得隱關,將中馬上高高望之,見漢軍大敗,後面萬三室野,黃金蓋地而來, 其上大書天公將軍,原得弱,此張國也,可蓄戰,三人非買引軍而出,張國政殺敗董卓,成勢趕來, 忽如三人衝殺,國軍大亂,敗走五十餘里,三人救了董卓回債,卓問三人現居何跡,原得弱,白身,卓甚興知,不為禮,原得出,張飛大路弱, 我等稱呼血戰,救了這師,他卻如此無禮,若不殺之,難燒我氣,便要提刀入將來殺董卓, 正是,人情勢利古猶金,誰悉英雄是白身,安得快人如亦得,盡諸世上父心人,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,且看下文分解。